我看到一张这个照片 这是您当年《茶花女》的剧照是吧 对 别人拍戏我在旁边看着 不会啊 等到晚上的时候 自己到那个排练厅 就模仿别人吧 自己下司工吧 没想到 三个多月的戏排出来了 有个苏联专家 跟我们院长说 我要那个黎光熙 就点上您了 他觉得您最好 就是什么呢 我心里边装着过去的古典小说 看过《茶花女》说 小冲吧 装着那个电影的形象 我哪儿来的经验呢 结果别人说 你是无师自通 就是你有一个楷模 你去模仿它 对了 要不然你从哪儿来呀 你下边你边不边不住了 你看这个 对 这个一半一场就特别像 对 就很all far 那当年演这个《茶花女》 应该说是大获成功啊 是不是 李老师 不是 震动了全国 因为地方上啊 怎么能演外国戏 还演意大利的经典 很多地方那个文化局的领导 名演员 就连夜 从新疆到北京得走一个礼拜 从广州到北京得走四天 也得到北京来看看这个戏来 那当时这个戏受欢迎到什么程度 就一直演 从1956年 我演到84年 后来成功了 那个别人问 说这个年轻人是美国留学的 觉得您在国外学过歌剧回来的 后来的王坤的先生 是我们艺术局 文化部艺术局局长 还不是 他就是业余爱好小青年 那他怎么这样的 他有点天分吧 除了您的戏 当年您岳母还去看您这个 她是那样 她根本不了解我这个人 有一天就问 雷光姐你演妈 我说我演插好去 妈插好去 我说是世界经典 你都演世界经典 那好 给我买张票 然后就晚上看了 回来过两天我说 你还演妈 我说演一个喜歌剧 霍郎小姐 再给我买张票 后来我正好唱音乐会 在天天剧场 又听了一场音乐会 突然间有一天在那吃饭 雷光姐 小子 别改行了 别改行了 结果居然把她感动了 就跟她女儿说 这雷光姐啊 就会唱俩个 别的一概不同 没起言辞 这就是对你 我觉得这绝对是高评价 这一个账门要说 这个女婿就会唱唱 没心眼的 其实这是个高评价 她认账了 她认账了 有一次是您演出 周总理还偶然看到您这演出 哪儿啊 1955年的3月8号 国际妇女节 林老师 李光西到北京饭店 就参加一个演出 我就带着一个钢琴伴奏 那时候也没有话筒 就去了 到那时候 妇女节 三八妇女节 就是中国第一代的老革命家 我大概24岁吧 25岁 吓得我 都是那个报纸上的 见到人 我作为乐乐爱好 那怎么能有这个 你看真到那儿 好好唱吧 唱 夕阳照耀 着蓝 唱那个 原来送 唱了没两句 大家呼了鼓掌 下楼 怎么这首鼓掌 一回头 周总理来了 周总理就 听听 别鼓掌 他们那 我在这儿唱 工作人员就 离着我三四米吧 就摆着一个椅子 周总理就对着我 然后我就把这歌唱了 三分多钟 把这歌唱完了 从那天开始 国家领导人 和外国元首 开会 开会完吃饭 吃饭完了 演几个小节目 男的就我一个 十九年没变 您那会儿紧张吗 天天面对着这个 上千的观众 结果呢 练就了我 上台不紧张